保持警惕心也许就是救命的关键 我上次碰到拍花子 莫名其妙笑嘻嘻过来拍我肩膀 问她搞什么鬼 她也不说话 就笑嘻嘻 吓得我赶紧就跑 然后我坐地铁回来 坐错五趟站 迷迷等等的 比平时晚了接近一个小时 才到目的地 也不知道自己干嘛 想想都觉得可怕 我外爷被迷的叫干嘛干嘛 让回家拿钱就拿钱 不够都去邻居家借了 主要是等我外爷清醒过后 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那个人来问路 给我外爷一根烟 我外爷吸了后就迷住了 我二舅也是 在外面公园看人家打牌 就那么被迷了 身上的钱全被弄光 又回家拿钱 就因为这个事 我二舅被我大舅骂 后来两人都不来往了 出门在外 要用最大的恶业 揣送陌生人 我就遇到过两个拍花子 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 最后我装傻冲愣 骗他说我父母来了 然后就跑了 那两个人追着我跑 那是我有史以来 跑得最快的一次 我要是再跑慢点 校门就关了 这就是拍花子 要警惕任何陌生人 现在这个年代 还有很多 如果不小心被拍到了 你可能就没了 或许可以在被拍的 一瞬间屏息 不过作用不大 这种药件都大 我奶奶给我说过 原来也有个少林寺 推销药膏到我家 正好我爸回家 就见我爷拿存折 去银行取钱买药 然后我爸二话不说 直接带大师去喝茶 我记得之前 有个女生坐公交 有个男生就搭讪他 给他喝水 他没搭理 然后那个男的 就摸他头发 夸得头发好看 没一会儿他嘴唇发麻 他意识到不对了 跟乘客说他被下药了 一会儿谁来了 也别让带走 然后借着手机打的电话 没一会儿就人事不醒了 那个乘客就在一旁看着 对陌生人一定要有警惕鞋 有一次坐公交车 刚上车坐哪 上了一男的坐我旁边 很大声的吼我 给你打电话 为什么不接 我一脸懵的看着他 他继续吼我 一直问我 给我打电话 为什么不接 一车人都看着我 然后我看着他 直指自己的耳朵白白手 他一下愣住了 飞一样的跑下车了 吓死我了 好家伙 这是人贩子吧 在外上厕所也要小心 有一次和男朋友出门 窜息加莱姨妈 男手就一直在厕所里 待了十几分钟 我对象冲着女厕所大喊 你还好吗 真不是开玩笑 永远不要低估人性的险恶 你小时候都干过什么 让你现在想起来都尴尬的事 初一的时候 一段时间喜欢扎斜马尾 而且马尾的方向 始终指向我暗恋的男生的方向 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 可能是想用头发开泡 把他轰傻 然后来追我吧 已经开始感觉到尴尬了 小学的时候 喜欢装自己有双重人格 把头发散下来就是文静女 把头发扎成马尾就是活泼女 这么干了一段时间后 我妈终于受不了了 直接给我剪成了短发 你妈做的也不无道理 我高中的时候疼痛文学 在自己座位不知道为啥 拿起矿泉水就从头淋下去 周围人吓一跳 我假装强颜欢笑说 抱歉打扰到你们了 已经有画面了 小学的时候 同学们互相比谁爸爸脚最臭 为了赢这场比赛 我趁我爸午睡的时候 把同学们带到家里 让他们挨个闻我爸的脚 最后大家都公认 我爸爸脚最臭 当时我还很自豪 爸爸你赢得了荣誉 我丢失了脸面 小学买了块手表 下课打零了 大家准备走了 我站起来说 大家都等 有两分钟才下课 他零打早了 真的有被你装到 小学看妖精尾巴 用叹速笔给手上画了个腰尾标志 感觉不够厉害 又画了几根锁链 一直画的胳膊肘 吃饭的时候 我妈看我手黑漆马虎的 让我滚去洗干净了再吃饭 我突然开始诡异的笑 然后用那只手捂住左眼 对我妈说 你竟然敢命令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卑贱的人类 我妈直接吵起一旁的痒痒脑 给我狠狠打了一顿 我爹在一旁都快笑背过气了 我边哭边洗手 还心里告诉自己 从今天开始 只能做一个普通人了 好家伙 你小子整尬的是有一手的 初中毕业的时候 喜欢送中机 在小学的大群里 刷平他的照片 说这才是真正的男人 被禁言了365天 当初追男生的时候 给了我妹一块钱 让她写了一封信 伪造成一个追我的男生 我还塞进了 喜欢的人的桌子里 妄图激起她的战友欲 谢谢 真的会被笑到 小时候假装写日记 故意在第一页写上 妈妈我就知道你会偷看 结果我妈根本懒得 管我有什么隐私 咱就是说 你们小时候都这么炸裂的吗 生男生女 其实和父亲的职业有关 我老公牙医 他们科生的都是儿子 因为有种什么材料 经常要接触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还是凑巧 我妈医院放射科的大夫 生一个一个女儿 这么多年了 放射科大夫全是闺女 不管男女在放射科上班 好家伙 这是真的假的 我老公是消防员 我醋牌室主任就说这个了 说是因为长期干重活的 生殖功能会弱点 就容易生女儿 还跟我八卦 他们医院急诊重症科室 说特别累 也是大部分都是生女儿 不是一定 就是概率大 我老公也说 他单位还真是闺女多一些 消防员那个是真的 我老公同批战友 目前为止没有生儿子的 我肚子里这个不知道男女 不知道能不能接到闺女 有没有人来解释一下 这是真的假的 我老公消防员 他战友基本上95% 都是生女儿 儿子非常非常少 我老公搞封店项目的 身边同事基本上的都是闺女 两年前 他一个同事朋友 从现场吊岗到办公室 突然媳妇怀孕就生了儿子 我也生了两个女宝宝 看来他们压力也是真的大 有专家表示 当男性长期处于高温 化学实际浓度较高等环境下 会被判断为不适合生存 为了保证人类繁衍 会减少歪染色体 优先产生雌性 保证人类生存 所以干化学类的消防员 这一类一般都是女儿多一些 我爸以前在比较热的地方上班 就生了个女儿 我二说做塔雕 生了俩儿子 我无损检测专业的 就工程检测那种 之前公司全生男孩 还是生几个都是 好家伙 果然生男生女是随机的 我爸当过报务员 就是发电报 滴滴恩那种 跟他一起的男朋友 都生的女儿 无一例外 还有的说 体力活勤快的男人生女儿 懒得人生儿子 真的 我老公就是很懒 生了三胎都是男孩 你们要是这么说 我就信了 我老公是进口葡萄酒酒商 他公司的都是闺女 这个好像跟身体酸碱有关系 其实生男生女真的是随机 我和我老公的饮食作戏 根本不合啥碱性体质 一直重游爱吃辣 一直以为 以后的宝宝会是小女孩 结果看似为是个小男孩 不管怎么说 生男生女都是来报恩的